习俗上一般拜拜的三生指的是鸡 猪 鱼 但是呢 有民众在嘉义县 义竹香 经见这个非常特别的三生哦 非常的另类 是什么呢 带你来看看 是鸵鸟 还有乳猪 以及鳄鱼 来看看为什么 拜拜的共桌上出现大鳄鱼 甚至还有鸵鸟相见常见的三生鸡 猪 鱼 这特色三生让民众嘖嘖称奇 家义县易竹香新店烧会供 每12年一次的建教活动 不少民众返乡参加 只是受到天兔台风影响 家义雨下不停 不过这一次桌数超过一万八千桌 活动处处可见澎湃的食材装置艺术 一艘共船的船身贴满真空包装的鱼 成了民伏其实的渔船 共桌上还出现鳄鱼 吸引不少民众拍照留念 而特别的三生画面一出 就有网友说 鸵鸟比鸡大给过 诚意满满 至于鳄鱼的鳄 部首也是鱼字边 也是在水里游的 也过关 也有网友搞笑回应 三生我还是支持 卖香鸡 卖香鱼 猪肉满福堡 而这一次活动信徒们盛大举办 在共桌上秀创意 也展现风雨无阻的虔诚信仰 记者蔡崇武嘉义采访报导